神隐王座最新一集 简直然的飞起 帅得要死 但你要知道 这实际就是一群四五十级的玩家 在组团狂虐新手村小怪 下面我们就简单分析一下 最新一集的剧情 动画刚开始 便介绍龙浩尘一行人抵达驱魔关 而从驱魔关的士兵口中可以得知 猎魔团一行来驱魔关试炼 应该是众所周知了 但在原著中 对于猎魔团前来试炼一事 可以说是严格保密 毕竟这十只猎魔团 可是整个人类这一代的精英 接着 圣灵星带着光耀天使骑士团回城 此行应该是为了打探魔族大军情报 这光耀天使骑士团 可以说是驱魔关驻军的中间力量 人数虽只有三千人 但全是达到五阶的骑士 圣灵星撞见了龙浩尘一行人 便让龙浩尘吹响战争号角 遇是魔族即将发动秋季攻势 实际在原著中 魔族秋季攻势此时已经展开 接着 圣灵星便命令所有驱魔团 加入城墙守护军 这里的城墙守护军 应该就是援助的十个步兵营 每个步兵营士兵上千 并分配一队驱魔团 龙浩尘的猎魔团便分配给了翼营 翼营营长叫做张海荣 外号张大彪 乃是一名四阶战士 而营中士兵绝大多数都是一阶二阶战士 身着皮甲 只有军官这一等级才能穿上锁子甲 而唯有张大彪身穿板甲 他们的任务便是驻守城墙 装填魔导炮等等 圣灵星来到城墙 就得知敌军还有30秒抵达战场 而这第一波进攻的魔族 地上跑的就是泽灵族双刀魔 身为魔族中繁衍最快的种族 用来当炮灰再好不过 不过 炮灰依然有炮灰的价值 便是能在厮杀中 让部分双刀魔得以进化 同时也能牵扯人类强者的注意力 毕竟人类身为弱势方 只能疲于防守 又必须保持精力应对 随时可能出现的魔族大军总攻 动画中 猎魔团换军装 以及魔族进攻防御塔这两点 只能说是动画的艺术化处理 接下来的剧情 便是我方防御塔 遭受敌方小兵攻击 六架一个满神装英雄 四处清理敌方小兵 袭击张大彪的六阶贝塔飞魔 是魔族真正的高级兵种 是魔族第35著 魔神马可西亚斯的直属族军 任何一只贝塔飞魔 都有着五阶以上的实力 虽然这贝塔飞魔实力不错 但也挡不住主角团正义的群殴 灵星趁机舔包 这集先说到这 剩下的内容 下个视频再聊